大家好我是马儿,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,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。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。 据日本Response报道,马自达最小的紧凑型汽车, 马自达2,终于迎来了全面的改款。 尽管曾有传言称,这款受欢迎的车型可能会停产, 但经过大约10年的市场存在,马自达似乎决定对其进行重大改进。 根据独家消息,我们可以预测下一代马自达2的外观。 原始型号于2014年以Dimeo的名称推出, 之后在2019年进行了重大改进,更名为马自达2。 然而,现在在推出10年后,它将迎来一次重大改款。 目前,我们所知有限,例如是否会使用专用平台, 或者用类似MX30,及以上版本的小型平台等细节尚不清楚。 不过,马自达的设计理念, 抠斗似乎将迎来新的发展方向。 马自达一直追求减法美学的车辆设计。 这一理念可能会在下一代马自达2中得到进一步发展, 它可能会保持简约的外观, 将线条和面孔设计简化至最低限度。 此外,轮廓可能会强调轮胎式的突起, 营造出更低且更宽的风格。 前著名的马自达设计元素, 例如CX60等最新车型的前面罩, 可能会被整合到新款马自达2中。 前大灯可能会更加锐利, 隔站也可能变得更宽, 为车辆带来一种微妙的高级感。 这也让人期待着看看马自达是否能够在欧洲市场展露头角, 因为欧洲可能成为其主要竞争场所。 在车内,我们预计将会看到最新的新马自达Connect信息娱乐系统。 至于动力总成, 下一代马自达2将提供多种选择, 包括1.5升直列三缸汽油引擎, 配备轻度混合动力的SKYACTIVE G1.5, 碳柴油引擎,SKYACTIVE G1.5, 此外也有传言称可能会推出1.5升直列三缸SKYACTIVE X1.5引擎, 这款引擎用汽油压燃控制技术。 虽然SKYACTIVE X曾引起一定关注, 但其市场表现尚不明确。 未来是否会重新推出,仍有待观察。 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转子引擎。 它将搭载插电室, 混合动力系统。 该系统将使用安装在MX30RAW上的830cc转子引擎作为发电机, 以实现环保性能和卓越性能。 如果这一计划变为现实, 那么将提升马自达2的吸引力。 下一代马自达2预计将于2024年秋季全球首次亮相, 我们将继续提供更多详细信息。 如果你喜欢MASTER,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STER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,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,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。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关注